登岔云庭已經被 三陣出局了 肚子問題被撥毀了 他去告訪中了 被犯人撥毀了 沒有漏水這個事情 目前他只有打電話說 要來搬走屋裡剩下的東西這樣子 欠了房租他並沒有意思想要還 想要讓我認賠這樣子 還記得他嗎 絲滑舞步日前跳柯木山 趕租客爆紅 現在房東跳起正紅的三陣舞 要向租客喊話 登岔云 已經被三陣出局了 這回笑那麼開心 不只是跳三陣舞奏效了 主要就是房東 先是斷了租客水電 成功讓對方受不了 總算搬走 目前他只有打電話說 要來搬走屋裡剩下的東西這樣子 欠了房租他並沒有意思想要還 想要讓我認賠這樣子 畢竟算一算 這一名租客欠下16個月租金 總共27萬2000元 房東還一度找上租屋代管人員 林先生幫忙 但是當時房客的態度依舊很囂張 房客找了一堆借口 先是說房屋漏水 又去告房東不管是 就是原本都好好的屋況交給他 在他入住裝潢之後居然變成這樣 今天早上我打電話去問書記官 他是說這個案件目前是被駁回 有點問題不要到處借錢 而且不是跟我借喔 左右鄰居全部都有 繞了這麼一大圈 房東找到機會趁機換鎖 把人趕了出去 雖然租金不一定要的回來 但是房東兩次五步 常治執行囉 執行什麼 兩次執行 你看 你看 這下跳舞不是為了嘲諷房客 而是慶祝自己終於能夠結束 這場惡夢 東森新聞社會中心 新北報導 請問你 現在幾個月要綁住 你要綁住是不是 我明天給你 來不及了 來不及沒關係 那你就等判決 你準備在搶住 自執行 你看 你看 屋主無奈到跳柯木山 抒發情緒 在租家前和女租客大聲飆罵 不滿對方拖欠六個月租金 不好意思啦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沒有 那個時候如果我有借兩百萬 今天就不會有這個不付房租的事情 屋主指控當初就是因為不願借錢 租客才不付房租 甚至還遭對方惡意找茬 在這之後就開始以各種理由 就開始說家裡失去怎麼那麼重 蟑螂怎麼那麼多 借跟不借的態度差十萬八千里 所以讓我 讓我真的是不堪其勞啊 誰會不懷疑這是不是租屋蟑螂 屋主指控這名女租客 在去年三月簽下十年約 並且花六十萬元裝潢 沒想到事後 卻以母親需要手術費等理由 向她借兩百萬 被拒絕後 租客不僅長達六個月 沒繳房租 甚至還以房屋漏水 導致裝潢揮損等理由 向她提告求償六十萬裝潢費 拒指控基線房租女租客只表示 因為房子漏水提告民事求償才暫時沒繳 屋主則表示現在要換她提告要租客儘速還屋 插進了活動 台灣的傳統和文化 就是這樣被你們消磨掉的 根本是武統台灣 何必一定要科目三 利用這次的活動 去吸引一些年輕人 幫我們做轉傳 所以在思考的時候 其實只是想要熱鬧一下 我們認為美食無國界 音樂 舞蹈應該都無國界 老師在前學生在後跟著音樂動作整齊劃一 大跳從中國紅到台灣的科目三 絲滑的舞蹈科目三被稱為抖音神曲 而現在搭上這股熱潮 臨下夜市也要舉辦一個科目三舞蹈競賽 比賽開放二十組以舞蹈造型吸睛度評選前三名 但消息一公布 臉書貼文遭網友狂暗怒 還有人直言好差勁的活動 台灣的傳統和文化 就是這樣被你們消磨掉的 根本是武統台灣 何必一定要科目三 就文化交流吧 我都尊重 尊重 我覺得還不錯 還滿有趣的其實 滿有趣 應該可以讓 臨下夜市應該有一些 更多人來朝聖 我覺得沒有這麼誇張 我覺得歌曲本身就是 不分國界的 我覺得是什麼樣的曲目 我覺得都可以 科目三舞蹈競賽引起論戰 臨下夜市觀光協會 發現平價兩集 也親自示範 強調比賽是為了趣味性 報名人數更在開放不到兩小時 就破四十組 非常夯 利用這次的活動 去吸引一些年輕人 幫我們做轉傳 所以在思考的時候 其實只是想要熱鬧一下 我們認為美食無國界 音樂 舞蹈應該都無國界 科目三這麼紅 一堆人搶著學拍影片 增加流量 動作左右搖擺 腳踝扭動 配合手部動作 重點就是要夠絲滑 鐵條性其實很重要 還有髋關節的擺動 身體的放鬆的程度 還有手的乾淨的程度 都是要做到好的 就是比較難 不管半科目三比賽 是不是政治不正確 但臨下夜市這回 確實層到熱度 比賽都還沒到 就引爆任意 東森新聞 鄭宏生 蔡文 台北報導 有13年之歷的舞蹈老師阿咪 跳起最近超夯的科目三 架勢十足 看似簡單的動作 高雄一名朱先生 卻跳到骨折 當時連KTV服務生 都問他要不要叫救護車 我現在要趕叫救護車 要救護車 小朱不行啊 這抽筋還是骨頭痛 12號凌晨 擔任刺青師的朱先生 跟朋友去唱歌 他跳科目三助性 想炒熱氣氛 結果跳到一半 聽到KK一聲 左腳拐道 痛到當場坐輪椅 隔天痛到就醫 才發現左懷跟左腳 錯扭傷病肥骨骨折 需要休養兩到三個月 感覺來了 想跳科目三 還就跳一跳 真的去檢查 還知道說好嚴重這樣子 怎麼樣嚴重 就骨折了 人生第一次很痛 183公分 98公斤的朱先生 可能是全臺第一人 跳科目三 跳到骨折的人 他自己都覺得搞笑 他說常跳科目三 現在變成這樣 只能坐在椅子上 跳著另類的科目三 還被親友笑視骨折三 舞蹈老師認為 跳到骨折 可能是因為他少了 這個動作 往順時針的方向 去做繞圈 繞完以後 我們再逆時針回來繞圈 至少左腳右腳 一定要有兩次 各五圈的這個暖身 不只腳踝連膝蓋也要暖身 會到骨折這麼嚴重 舞蹈老師阿咪 研判有這個可能 所以他們可能重心沒有抓舞 或甚至是有一些 體重比較重的 你的腳踝可能支撐不了你的身體 那受傷的可能性 就會非常非常的大 舞蹈老師也提醒 跳科目三 重心擺放 還需要跟扭的腳 反方向 才不會因為不平衡受傷 畢竟跳科目三純粹就是好玩而已 跳到變骨折 實在是始料未及 東森新聞 青春配林玉信在高雄的採訪報導